大家好我是嘟嘟 前些日子呢我們去了英國 英國呢雖然風景很美 街景也是很漂亮 城市也散發著古老迷人的氣質啊 那很不曉得我們每次在英國吃的東西呢 都不是那麼的合我們的胃口 所以我跟大王呢還有彪王他們兩個 我們就會一起去當地的超市 我們會直接去那邊買水果買蔬菜買肉 回家自己做早餐 剛好呢我就在逛超市的時候 找到了英國當地的泡麵 我超級久沒有拍泡麵的特輯了 所以我就買了四種 我買了興趣的口味 就是這四種啦 這個牌子呢是英國本土的泡麵品牌 叫做Puff You Go 它其實有出非常非常多口味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猜網路上應該也都代購或是買得到 那從英國帶回來之後 我有稍微查了一下它的資料 那在網路上呢評價真的很不一定 所以真的讓我超級好奇他們到底好不好吃 我覺得應該是會不錯吃啦 先給他們一些信心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一探 英國泡麵的正面 Let's go 好我們第一個吃的是 這個叫做 Bombay Bad Boy 翻成中文的話就是 夢買的壞男孩 這一款呢它大有來頭 聽說呢國外的泡麵部落格 The Ramen Retter 評價它為全世界 十大好吃泡麵欸 你認真 你不要讓我失望喔 喔 打開裡面呢會有一個調味醬包 然後基本上呢它脫水的蔬菜 還有主要的料粉它都已經撒在麵體上 所以我們不用再多撕一個包裝 好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官方提供的步驟來做做看 慢慢的倒熱水進去直到標線處 再來等它兩分鐘 兩分鐘之後呢打開用筷子或叉子稍微攪拌 讓整體混合得更均勻 而且他們的隔熱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你握著杯圓的時候要小心不要燙到喔 好兩分鐘到了 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完全的把這個蓋子撕掉 它上面呢有附一包醬包 應該是辣椒醬之類的東西 這個我可以欸 那我應該可以全加 加完之後呢稍微攪拌一下 聽說呢國外很多泡麵都是很短的 不像我們台灣這種是可以捲起來 這個總是一夾然後它就是 就這樣子 不用讓你在那邊吸的那一種 聞起來挺辣的欸 是不是我剛才加太多 不怪是不是還太有自信想說要全加 可惡綠色豆豆走開 我覺得沒有到很辣 味道其實沒有到很重 來喝一口湯 我覺得麵還好欸 哇我覺得這湯也蠻普通的欸 它就是咖哩的口味 我覺得如果是全世界十套好吃泡麵的第十名的話 那評審一定沒有吃過更好吃的咖哩口味 如果是一到十分的話 嗯 麵沒什麼嚼勁 軟軟的 可是這個湯真的很濃稠 我覺得OK大概就是4.5分 那我們來吃下一個吧 再來呢這個黃色的包裝 它是寫經典咖哩口味 所以我猜呢跟第一個的差別應該是沒有那麼辣 一打開就有很濃的咖哩香欸 看起來呢整體是跟剛剛那個一樣的配置 但這個醬包是 咦它上面寫芒果醬欸 不知道加起來會是什麼味道 接下來製作步驟就跟剛剛一樣 我就快速帶過普通通啦 剛才有加一個很奇妙的 它在包裝上面寫說它是芒果醬 所以現在讓我對這一碗泡麵的口味 都覺得有點可怕 嗯 比剛才的諾滿兩海還要好吃 我覺得這個泡麵啊 它的代理是它的麵 這個麵可能亞洲人比較不那麼喜歡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麵條做這樣的口感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然後來喝喝它的湯 身為一個對咖哩有愛的人啊 我覺得這款是OK的 剛才那芒果醬 它有發回來的功效 就是咖哩會有點死鹹 加了芒果醬會讓它有點酸酸的 中和掉湯的鹹味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如果我在英國生活 或是如果我在英國沒有東西吃的話 我應該會給你一個7分 還OK的泡麵 那我們吃下一個吧 再來呢這個綠色的包裝呢 它上面寫的是蘑菇雞口味 如果它是香菇雞的話 對於亞洲人來說應該是蠻熟悉的 我自己的拿手菜就是香菇雞湯 改天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拍一下聖嫂的拿手香菇雞湯 這包給的居然是醬油耶 而且啊這個味道聞起來就是 雞汁跟蘑菇的混合粉 廢話這就是蘑菇雞肉口味啊 那我們開始泡麵吧 這是我吃的目前三個之中 唯一沒有綠色透透的 所以我對你印象直接加五分好不好 我覺得好吃 對我來說就有點濃湯麵的感覺 其實我整體吃不太出來雞汁的味道 蘑菇的味道會有一點點 但是也是沒有很明顯 而且裡面有唯一一塊 這個很小的雞肉 這雞肉跟我的大拇指指甲差不多 它不是雞肉 它是蘑菇 我覺得這個是我目前第一名 1到10分我要給蘑菇雞肉麵 7.5分 下一位 最後呢是番茄牛肉口味 最後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 其實番茄牛肉麵在台灣也是非常常見的料理 這個口味應該很難做的 不好吃吧 我們來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這次醬包呢給的是番茄醬汁 不知道英國版本的番茄牛肉麵會是怎麼樣 來泡泡看 聞起來還OK 聞起來像是番茄醬加在泡麵裡面的味道 我覺得滿好吃的其實耶 它的味道滿平易近人的 大概就是一般的那種泡麵 但是因為有了番茄的味道 讓我覺得很有親切感嘛 我們來喝一下湯 我覺得它的湯滿不錯 就是很濃的番茄湯 就是很酸然後有點鹹 我覺得它的湯是這四種裡面最好喝的 我覺得它比蘑菇雞還要好一點 更有味道 那我要給它8.7 很濃的番茄味 但是沒有牛肉的味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取名叫番茄牛肉麵 全部吃完後 有點莫名的空虛感 是我的泡麵系列優勢以來最空虛的一集耶 剛剛吃的四款泡麵啊 不僅全部的麵體都很軟 而且只有很普通的調味 沒什麼料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把它當作一餐安花 可能無法滿足 畢竟我們都吃習慣了亞洲的豪華泡麵 不僅有蒸的肉在裡面啊 有素食的口味 還有中藥啊 花雕雞口味 麻油雞口味 米粉 冬粉 各式各樣的種類 所以說我們處在台灣 真的要喜福呢 不過我覺得每次拍各國泡麵的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可以吃那個泡麵 然後體驗當地的人都吃什麼東西的感覺 我覺得很酷 好啦 以上就是我試吃英國泡麵的心得啦 理所當然的 每次我出國都會帶一些伴手也回來跟你們吃 這次呢 我去英國買了兩樣東西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去超市買的 娃娃說她覺得這個很好吃 然後想說那不然就買回來 送給大家當伴手禮 這個叫做手指餅乾 然後還有麵包的巧克力 這個是我跟聖姐還有挖苗他們去巨石鎮 就是英國的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的那個store買的這個巨石鎮造型的巧克力 然後呢抽獎的辦法就是 只要你在聖草粉專業的本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想要吃英國伴手禮 就有機會抽中喔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聖草杜的頻道 旁邊有個鈴鐺幫我按一下 如果你按了 我上片就會提醒你喔 我每個禮拜五的網上留言都會發布影片喔 那賭粉們 我們下周見 掰不